马云转让出清淘宝股权的微博话题 一度登上1月7日热搜榜第一 1月7日下午at阿里巴巴发表声明称 马云从未转让和退出淘宝的股份 也没有这个打算针对马云出清淘宝股权的市场传闻 阿里巴巴集团发布声明称 1.马云从未转让和退出淘宝的股份 也没有这个打算 2.这是任何公司管理过程中 非常正常且普通的技术和法律层面操作 3.这样的调整将进一步推进阿里巴巴管理的透明和公开 对公司的未来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谢谢大家关心关爱此前消息 此前有消息称 在马云宣布退休百余天后 他出清了淘宝网股权 据天眼查显示上周五 马云和谢世皇退出这将淘宝网络有限公司的股权备案 新增杭州珍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了一股东 这将淘宝网络有限公司工商信息 并同记录分析人史称 这其实是阿里巴巴VIE架构调整的 后续为了应对关键人风险 2018年7月 阿里巴巴披露将改变VIE的架构 马云和谢世皇不再是主要的控制者 这五个实体公司将被阿里巴巴的在职高管控制具体的做法是两层架构 这五家实体VIE公司将为一家中国投资持股公司控制 这家投资持股公司又被两个有限合伙企业各控制50%的股份 阿里巴巴的合伙人或者高管们分别控制有限合伙企业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式系统显示 目前这家淘宝网络有限公司淘宝网络为一股东 是杭州珍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杭州珍惜 马云和谢世皇已退出来源 综合人民日报撤后端 澎湃新闻 阿里巴巴流程编辑 傅善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